施议员蔡旺权因为平时就喜欢音乐 自己更是常常举办各种大小音乐会 今天她为就读美国朱利亚音乐院先修班的 郑宇俊级日级音乐家负责侄子 他们两位将一起合作演出 每张票定为2000元只限30名额 收入全数6万元都捐给联心圆基金会捐款专用 送菜给声帐独居长者 固定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小型的音乐会 抛砖引玉然后来帮助一些弱势的孩童 跟这一次我们的主要的需要送到偏乡 给我们的独居老人 透过联心圆这里照顾独居老人的送餐活动 专款专用 所以我们这次小型的音乐会 我们总共的名额30位而已不多 那每一位的这个参加的费用是全额捐出 一个人的门票2000 然后总共募集6万块全额捐给 这个联心圆来做这个偏乡我们的 这个独居老人的一个送餐服务 蔡旺权指出音乐一直是台南府城的特色 几百年来她孕育了很好的环境 更栽培很多人才 希望透过音乐让社会看见弱势的一群 因此她才会固定利用小型音乐会来抛砖引玉 帮助一些弱势 希望类似音乐会能一直办下去 因为小型的音乐会其实它跟大型音乐会不太一样的是 她跟音乐家有直接近距离的互动 那么可以感受到音乐的一个感动 音符的感动 那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过深入到各个社区 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在这边办 明天我们在另外一个社区办 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个去把这个氛围跟音乐的一个环境 结合公益的那个氛围把它带动上来 我想这是一个城市进步的一个特质 记者会现场也由郑宇俊以中提琴搭配名的国中老师蔡培芬电子琴合奏 安平追详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让现场记者一把耳福 郑宇俊希望能借由她的音乐照顾到山上偏远的弱势 更让喜爱音乐的爱好者能听美妙的音乐同时 又能为弱势付出一份心力 记者黄俊怀台南报道